卡米拉卡米拉在无尽空间相遇 希特拉与希特拉姆也毫无征兆地混战起来 达共与达拉姆这两个力量型的选手 也在此展开疏似搏斗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连黑暗迪迦也在此出现 与黑暗特利加为首的另一方黑暗势力 展开激烈的火拼 原来这一切正是迪迦世界以及特利加世界中的 两位基里埃罗德人所为 这俩或创建了这个无间的空间 目的就是为了让迪迦特利加互相残杀 他们从而游翁得利 迪迦特利加的灵魂 逼着俩祸召唤在此 面对基里埃罗德人的挑拨离间 迪迦根本不屑一顾 特利加对着毫无意义的争斗也当即拒绝 面对特利加迪迦的不配合 基里埃罗德人只好使用卑鄙的手段 清客之后超古代怪兽戈尔赞冒了出来 此时的戈尔赞似乎很强大 迪迦被顶撞出来 特利加也比起反弹回去 原来在此无间空间内 迪迦特利加的身体不停使唤 就在迪迦特利加苦于应对戈尔赞之时 一招黑暗赞培里奥正中戈尔赞 而来者正是黑暗特利加 黑暗特利加的到来连他自己也搞不明白 就在此时黑暗迪迦也被召唤前来 很明显这都是基里埃罗德人搞的阴谋 话说紧连奥VS格尔赞 天地加攻击其黑暗特利加 正是这一战惊动了眼在光之国的大哥佐菲 为此他召集了具备穿越时空能力的 埃克斯 戴拿 泽塔以及赛罗四位奥特战士 在佐菲的命令下 四位奥特战士势必揪出幕后黑手 并将其缉拿归岸 时不我待 四位奥特战士立马汹涌撑竹的前往 黑暗空间内 特利加迪迦还在苦于应对戈尔赞的战斗 在无间空间内 戈尔赞的力量有所加持 特利加迪迦的联手对攻依旧显得相当吃力 好在两位奥特战士依靠强大的意志力 将戈尔赞制服 随后就是依照书掌切割 将戈尔赞送回老家 三位奥特战士暂时逃过了第一局的战斗 就在此时又一个白衣幽灵冒了出来 他告诉三位奥特战士事情远远不会如此简单 果然卡米拉卡米拉混战着乱入进来 希特拉姆希特拉也加入进来 达贡达拉姆也出现在此 就在基里埃罗德人想导演摆成大戏之际 突然希特拉的力爪刺破他的身体 就这样基里埃罗德人想爆销一只 就在希特拉姆想斩杀另一只之际 特里加突然为他挡下致命一箭 迪加很明显也不想取激励埃罗德人的性命 但卡米拉依旧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于是三方势力的幻战就这样一触即发 特里加vs卡米拉三人组 黑暗迪加vs黑暗特里加 迪加vs卡米拉三人组 卡米拉对战迪加的战斗依旧那么暧昧 特里加很快也被卡米拉卡入脖子 两位黑暗奥特战士也一时难分胜负 就在三方势力的对战不可开交之际 卡米拉突然问出一个很有哲理的问题 正所谓冤家一劫不一劫 就在三方势力和解之际 一阵电神雷鸣之后 假谈劫恶气势逼人的杀了进来 此邪神被召唤而来的正是本体而不是灵魂 面对曾经石化过迪加的大家伙 三方势力决定先联手解决这个大块头再说 于是十几位奥特战士对决加探劫恶的战斗就此打响 卡米拉搭档迪加先拿一血 卡米拉搭档特里加再拿二血 卡米拉也罚狂般了先要特里加的抱抱 因为卡米拉与卡米拉有着各自的爱人 于是两人立马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加探劫恶不但要挨打 还要在他们面前吃上一包狗粮 人家有爱的力量的加持 有牛油在山边的羁绊 加探劫恶很快便只有挨消的份 两对情侣就这样反复的攻击加探劫恶 看来加探劫恶也不想活了 就那样愣愣的遭受他们的殴打 果不其然在这两家子的联手攻击下 加探劫恶最终变成了一盘烤天罗 扑该去了 此三放势力总算消除了在无间空间中最大的威胁 他们是否能顺利地逃出此空间 且听大门凯歌下回解说 我受不了了 咱们下期见 这帝国请不吝点赞 打电话 这是第一集的Esperience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